這些是風向風速 透過智慧化生產 農民不僅可以掌握作物的生長狀況 也能將其匯整成大數據 作為施肥及產期調整等最佳的參考值 譬如縣政府近期透過與專業農場合作 協助交農導入轉型計畫 其中大農代小農是重要關鍵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採取大農代小農的部分 比如說就像義農農產 那它本身是一個大專業的一個香蕉農 它只生產香蕉 並且它有工已經打入國內的一些內銷的市場 比如說像整個Saven的系統 或者是像全聯 或者是像加爾福或之前的Costco 那就代表說它在整個的品質控制上 以及整個量的一個擷取上 都是有一定的成效 期盼建築農業型的示範農場 鼓勵小農加入生產行列 透過器座及合作的模式複製農場 不僅能更穩定生產 也能確保產出的國品 達到標準的外銷等級 更能穩定品質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借助縣內的大農的部分 能夠去帶著我們其他規模 可能比較小的農民 那這樣的方式去整個分攤掉 初期的一些建構的成本 以這樣的方式能夠去大家共同 極力生產出更品質穩定 而且數量能夠到一定的量的部分的香蕉 那這樣的話不管是在外銷市場或是在內銷市場裡面 我們都有更好的一個籌碼能夠去 跟一個能力去開拓未來不同國家的一些市場 近年來氣候變遷等環境條件下 智慧化農業成為時代趨勢 傳統農業逐漸被取代 農人透過數據化生產及轉型 不僅內銷市場能有更穩定價格 外銷市場也能創造更多通路及價值 屏東新聞 補一聽張志豪採訪報導